今天来参观一下贵州省的服务馆 这边是他们的新馆 感觉是一个非常的大气 看看这个设计也是这个比较现代前卫的吧 它这个很多馆全部在一起啊 这边是他们的省图书馆 感受一下 这边是他们的金融城 那边的耐度是他们这边的最高楼 它整个这个场馆都是建在山上面的 图书馆要稍微矮一点 整个图书馆是这种新的景医 这边省博物馆就要厚重一些 用的这种颜色啊 这种装饰的风格 差别还蛮大的 上来了 上来真不容易 它这边真的是超厉害的 贵州省博物馆 看看里面有什么 进不去啊 它这一个月的人太多了 现在是月满的状况 来这边的人估计太多了 它这边是下午4点钟啊 它就闭关了 5点钟正式闭关 4点钟预闭关 就是4点钟再就进不去了 下午4点钟 只能下一次来这一个 过阳的时候 再进去看看 这边风景真是相当的好 相当的漂亮 只能看看它的外部了 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整个这边的环境都超级好 很多人都觉得这一个贵州很落后啊 大家感受一下这边 像是那种落后的模样吗 这边不论是这一个场馆啊 还是这一个城建啊 都是超级厉害啊 真的是让人感觉烫为观止啊 这个 和深圳那边相比也不差 这就是贵州的省会贵阳啊 它现在这边如今的模样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就是太牛了 确实是太牛了 看下来 再一段时间 女子 写的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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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这边 不是 这边 请 就是 人